肾臟中心學員們純手工編織 不同花色的傘神杯套 可以套在經常用得到的礦泉水瓶 或是保溫瓶上面 也可以套在咖啡杯上面 隨手帶走方便又環保 每條只要120元 當成中秋小禮物 可以發揮愛心 又可以幫助學員們 賺取獎勵金 送禮自用兩箱儀 中秋節快到了 由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委託 伊甸基金會經營管理的基隆市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特地在中秋前夕 舉辦右鍵中秋編織幸福活動 也特地展示學員們 手工編織的傘神杯套 並且在老師指導下 由現場各界來賓 包括市政府社會處長楊玉鑫 市議員秦珍韓世玉 以及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市議員吳華家 和市議員何書平秘書助理們 一起試做傘神杯套 和中心大小學員 住民以及家屬們同樂 提前慶中秋 雖然是場地很小 但是我們非常的溫馨 那所以每一次的節慶呢 我們也希望可以跟家屬 我們一起來同樂 因為我們在這邊已經將近25年了 其實跟我們所有的住民都是一家人了 然後跟我們的這些著名的家屬 也都是一家人了 那其實對成人來說 在發展上 他們對未來有非常多的衝擊 那他們也很喜歡做一些編織的 所以就用一些編織可以解禁我們現在的環保 就是說我們盡量的可以自己提杯子 然後有一個提蛋 所以等一下呢 也可以讓大家體驗一下 那學生們他們怎麼去訓練他們去做這個編織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長楊玉欣 以及基隆市議會議長秘書楊文和 分別代表市長謝國良和議長童子偉 致贈秋節加菜金給生贈中心 祝福大家中秋節快樂 什麼是幸福呢 就是沒有讓我們社會的任何一個人 任何一個人陷落在邊緣的情境 這就是一個幸福 不能讓任何一個人陷落在邊緣的情境 因此我們今天在這裡看到每一個天使們 來到每一位家長的家裡 謝謝你們在家裡為我們照顧著社會上的天使 而今天我們來到伊甸 這裡呢是我們集體社會的家呀 他幫我們接觸了我們社會上的天使們 疫情都過了但是我們社會的愛心要把它提升 讓我們這些相關的弱勢單位 大家能夠從外界來多一點的一個愛 來真的來光環我們這些的需要我們社會幫助的地方 深藏中心大朋友們手工編織散繩盆套 小朋友們則是在老師指導下做起幼稚茶 中心也為學員和家屬們安排現場一起製作綠豆沙月餅 社會處長楊玉欣也分別參觀 和大小朋友們及家屬打招呼 場面溫馨 記者吳俑宗 機動報導